2019年3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36条措施 受到了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 司法36条实施将近一年收效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9岁的沈杰来自台湾 2008年就来到北京求学的她 如今已经长出大陆成为了一名台胞律师 平时也代理了不少涉台案件 她告诉记者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年初 颁布的司法36条 为在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 解决了不少难事 最高院的涉台36条出来以后 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 只要你拿居住证 就说明你在大陆这边工作也好 居住也好 经商也好 办理了居住证以后 就有一个可以直接输送 通过复印件的方式 就可以委托代理人 省去了很多公证 委托当事人直接到法院的环节 这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便利 我们在输送服务大厅设立了专门的窗口 安排专人接待涉台当事人 我们还简化了台湾当事人 在大陆聘请律师手续 也简化了涉台当事人 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和申请法律援助的手续 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 第一次发布的一个综合性的 涉台司法政治文件 它是围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这样的一条主题 那么贯穿就是依法平等 全面保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 这一条主线 从四个大的方面 包括公证审理案件 包括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包括加强组织机构建设 包括扩大台湾同胞 采用我们司法工作的范围 这个四个大的方面 做了一个全面系统 同时有明确具体的一个政策要求 过去一年 人民法院秉持两岸一家金理念 结合两个一站式建设 为台胞提供快捷多样的纠纷 解决渠道和高品质诉讼服务 搭建两岸司法交流合作平台 为广大台湾同胞参与 建政支持 监督人民司法创造条件 助力涉台司法互助事务提档升级 全年共办理各类司法互助案件 7200余件有效维护了两岸同胞合法权益 我们收到广大的台胞朋友的反应了 都认为不管是在应数方面 或者是权益的保护方面呢 都得到了更大的改善 与提供了更好的便利性 那是真正落实呢 习总书记所说的呢 要逐步提供给予台湾同胞 同等待遇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各级法院结合本地的实际 在司法实践中认真贯彻 这36条措施受到了台湾同胞的 广泛欢迎和积极评价 下一步 最高人民法院将深入贯彻 19届自动全会精神 不断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 和政策措施以36条措施的 进一步推荐落实为抓手 为台湾同胞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 与台湾同胞一道 共同致力民主复兴大业 坚定推荐中国和平统一进程 从拿着一张台湾居民居住证 就可以到最高法力案 到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跨区域办公以战事服务 大陆的司法部门出台了36条措施 用切实的行动 为台湾办实事解难事 让台湾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